我20岁在跟99个男人爱恨情仇 偶像练习生 三年前正好 心风学义 听起来粉丝了 绝了 超级潮 因为在那之前 就没有特别坚定的心要去做爱豆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道 也不知道你之后会怎么样 就在我们那个公司有练了八年 然后最后就是回去 当个音乐老师的这种例子 然后就会比较迷茫 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坚持 但是参加完那个节目之后 包括认识的那样一批朋友之后 我觉得做爱豆挺好的